店里坐着许多人,老栓也忙了,提着大铜壶一趟一趟的给客人冲茶,两个眼眶都围着一圈黑线。 老栓哪,你有些不舒服吗?你生病了吗? 一个花白胡子的人说。 没有,没有。 没有?我想笑嘻嘻的,远也不像…… 这花白胡子本来要说是远也不像生病,不过说到远也不像,花白胡子便取消了自己的话。 老栓子是忙,要是他儿子。 驼背武少爷这话还未完,突然闯进了一个满脸横肉的人,披一件玄色布衫。 这个玄色是什么色呢? 说饭纸黑色,或者是黑里带微赤的颜色。 总之吧,基本上嘛,就是一个黑色。 说这满脸横肉的人,披一件玄色布衫,散着钮扣,用很宽的玄色腰带,胡乱捆在腰间。 刚进门,便对老栓嚷道。 吃了吗?好了吗?老栓,就是运气了你,你运气,要不是我信息灵。 老栓一手提了茶壶,一手恭恭敬敬地锤着,笑嘻嘻地听,满座的人也都恭恭敬敬地听着。 华大妈也黑着眼眶,笑嘻嘻地送出茶碗茶叶来,加上一个橄榄,老栓便去冲了水。 哎,这是包好,这是与众不同的,你想,趁热地拿来,趁热地吃下。 横肉的人只是嚷,真的呢,要是没有康大叔的照顾,怎么会这样? 华大妈也很感激地谢他。 包好,包好,这样的趁热吃下,这样的人写馒头,什么劳病都包好。 华大妈听到劳病这两个字,变了一点脸色,似乎有些不太高兴,但立刻又堆上笑,搭着扇走开了。 可这康大叔却没有觉察,仍然提高了嗓门只是嚷,嚷得里面睡着的小栓,也跟着咳嗽起来。 原来你家小栓碰到了这样的好运气了,这病啊,自然一定全好,怪不得老栓整天地笑着呢。 花白胡子一面说,一面走到康大叔面前,低声吓气地问道, 康大叔,听说今天结果的一个犯人,便是夏家的孩子。 那是谁的孩子啊?究竟是什么事啊? 谁的?不就是夏四奶奶的儿子吗?那个小家伙。 康大叔见众人都怂起耳朵听他,便格外的高兴,横肉是块块保占。 越发大声说,这小东西不要命,不要就不要了,我可是这一回一点没有得到好处,连剥下来的衣服都给管老子红眼睛阿易拿去了。 接着又说,第一,要算我们栓输运气,第二是夏三爷被赏了二十五两雪白的银子,独自落腰包是一文不画。 这时候,小栓慢慢地从小屋里走出来,两手按了胸口是不住的咳嗽,走到灶下,盛出一碗冷饭泡上热水,坐下便吃。 华大妈跟着他,轻轻地问道, 小栓,你好些吗?你仍旧只是肚子饿吧? 包好,包好! 康大树瞥了小栓一眼,仍然回过脸,对众人说, 夏三爷真是个乖语,要不是他先告官,连他满门抄斩。 现在怎样? 银子? 这小东西它沾不成东西,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。 哎呀,那还了得。 坐在后排的一个二十多岁的人,很现出气氛的模样。 你要晓得,红眼镜阿易是去盘盘底细的,他却和他攀谈,他说,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。 你想,这是人话吗? 红眼镜原知道他家里只有一个老娘, 可是没想到他竟会那么穷,榨不出一点油水,已经气破肚皮了。 他还要在老虎头上搔痒,便给了他两个嘴巴。 一哥是一手好拳棒,这两下一定够他受用了。 臂脚的驼背忽然高兴起来,他这剑骨头,打不怕,还要说可怜可怜嘞。 花白胡子的人说,打了这种东西,有什么可怜呢? 康大叔显出看不上他的样子,冷笑着说,你没听清楚我说的话。 看他神气,是说阿易可怜可怜嘞。 听着的人的眼光忽然有些板质,话也停顿了。 小栓已经吃完饭,吃得满身流汗,头上都冒出气来。 阿易可怜,疯话,简直是发了疯了。 花白胡子恍然大悟似的说,发了疯了。 二十多岁的人也恍然大悟的说。 店里的做客,便又献出活气,谈笑起来。 小栓也趁着热闹,拼命咳嗽。 康大叔走上前,拍他肩膀说, 包好,小栓,你不要这么咳,包好。 疯了。 驼背武少爷,点着头说。 说到此处,我们就开始第四个小节。 西关外靠着城根的地面,本是一块关地,中间歪歪斜斜的一条细路,是摊走便道的人用斜底造成的,但却成了自然的界限。 路的左边都埋着死刑和雨壁的人。 加一个说明什么是雨壁,雨壁就是指关在牢狱里的人因受刑或饥寒疾病而死亡。 也就是说呢,死在牢里的人。 这路的右边是穷人的丛种,也就是穷人家的墓。 说两面呢,都已经埋到层层叠叠,宛如阔人家里祝寿时候的馒头。 这一年的清明,分外寒冷,杨柳才吐出半厘米大的心芽。 天明喂酒,华大妈已经在右边的一座心坟前面,排出四叠菜,一碗饭,哭了一场。 画过纸,也就是烧过纸。 画过纸,呆呆地坐在地上,仿佛等候什么似的。 但他自己也说不出是等候什么。 微风起来,吹动他的短发,却乎比去年白得多了。 小路上,又来了一个女人,也是半白头发蓝绿的衣裙。 提一个破旧的朱漆圆蓝,外挂一串纸钉。 这个纸钉啊,也就是用纸折的圆宝。 他三步一些地走,忽然见画大妈坐在地上, 看他便有些愁愁。 惨白的脸上,现出些羞愧的颜色。 但最终是硬着头皮,走到路左边的一座坟前,放下了篮子。 那坟与小栓的坟,一字排着,中间只隔一条小路。 画大妈看他排好四叠菜一碗饭,站着哭了一通,画过纸钉, 心里暗暗地想,这坟里的也是儿子了。 那老女人徘徊观望了一会儿,忽然手脚有些发抖, 亮亮呛呛地退下几步,瞪着眼,指示发症,也就是呆住了。 画大妈见他这样子,生怕他伤心到快要发狂了, 便忍不住站起身来,跨过小路,低声对他说, 你这位老奶奶不要伤心了,我们还是回去吧。 那人点一点头,眼睛仍向上瞪着, 也低声痴痴地说。 这个原文呢,吃痴的是吃饭的吃, 痴痴地说,也就是小声地说。 低声痴痴地说,你看,看这是什么? 画大妈跟了她的指头看去,眼光便到了前面的坟, 这坟上草根还没有完全合,露出一块一块的黄土, 啥是难看,再往上仔细看时, 却不觉也吃一惊,分明有一圈红白的花围着那间园的坟顶。 他们的眼睛已经老花多年了, 但看着红白的花,却还能明白看见, 花也不很多,圆圆地排成一个圈, 不狠精神倒也整齐。 画大妈忙看她儿子和别人的坟, 却只有不怕冷的几点清白小花, 零星地开着, 便觉得心里忽然感到一种不足和空虚, 不愿意跟就。 那老女人又走进几步, 细看了一遍, 自言自语地说, 这没有根不像自己开的, 这地方有谁来呢? 孩子不会来玩, 亲戚本家早就不来了,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? 她想了又想, 忽然流下泪来, 大声说道, 鱼儿,鱼儿, 他们冤枉了你, 你还是忘不了, 伤心不过, 今天特意显点灵, 要我知道吗? 她四面一看, 看见一只乌鸦站在一株没有叶的树上, 便接着说, 我知道了, 鱼儿, 可怜他们坑了你, 他们将来总有报应, 天都知道, 你闭了眼睛就是了, 你如果, 你如果真在这里听到我的话, 便叫这只乌鸦飞上你的坟顶, 给我看吧。 微风早已经停息了, 枯草, 枝枝直立, 有如铜丝, 一丝发抖的声音在空气中, 越颤越细, 细到没有, 周围便都是死一般的沉静, 两人在枯草丛中, 仰面看那乌鸦, 那乌鸦也在笔直的树之间, 缩着头, 铁柱一般的站着, 许多的功夫过去了, 上坟的人也渐渐增多, 几个老的小的在土坟间出没, 华大妈不知怎的, 似乎卸下了一条重担, 便想到要走, 一面劝着说, 我们还是回去吧, 那老女人叹一口气, 无精打采地收起饭菜, 又迟疑了一刻, 终于慢慢地走了, 嘴里仍然自言自语地说,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? 他们走了不上二三十步远, 忽然听到背后, 啊! 的一声大叫, 两人都悚然地回过头, 只见那只乌鸦张开翅膀一错身, 直向着远处的天空, 见也是地飞去了。 感谢观看